一般来说轮胎都不需要一次换两个的 只有轮胎磨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才需要把另外一个也给换了 首先轮胎一次换两个呢 确实是更加合理 米其林官网上面也是这么建议的 不过它是卖轮胎的 换轮胎的时候只换一个呢 左右两边轮胎一新一旧 导致方向跑偏 大科技期刊上面也有论文 商用车车辆直线行驶方向跑偏 原因研究上面 这两侧轮胎它刚度不同 它胎面受力方向就不同 产生相应的追度力 从而会导致这个方向跑偏 那刚刚换的轮胎和旧轮胎比起来 那刚度明显是不一样的 就好比人年纪大的时候和年轻的时候 这个骨质疏松程度也不同 对不对 那再来只换一个轮胎 那车子过弯的时候 它是更容易侧华或者是甩尾的 汽车使用技术 期刊上面也有论文了 轮胎侧偏刚度 对整车超稳性能的影响上面说 这旧轮胎磨损越大 侧偏刚度就越大 就会导致前轮不足转向度变小 车子的稳定性就更差 而且这个不足转向度越小 车子转弯的时候就越容易转向过度 土话就是说车子甩尾 车子侧滑了 那这个和我们这么溜冰 在冰面上滑倒了足一下出去的 这不道理都是一样的吗 我们鞋子穿了时间长 现在蛮少见 穿长了这个底上面的花门给磨掉了 我们走路脚也滑 轮胎也一样的嘛 那么另外对后轮来讲 这磨损越大的轮胎 它不足转向度反而是更大 车辆是更加可控 这也是换轮胎的时候 要把旧的轮胎调到后轮的原因之一 不光是说前面负责打方向 虽然刚才说的这些影响 这些情况很有道理 也有依据 米其林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米其林是卖轮胎的 不能说每次换轮胎都得换两个 钱包扛不住的 那一般来说 如果轮胎磨损超过2分之2 那是可以考虑两个一起换 本来也就差不多了 是不是 那轮胎供应期刊上面有论文的 汽车轮胎检测使用保养和损坏分析 第8讲 斜胶轮胎损坏分析上面说 这新轮胎花门深度 减去1.6毫米的这个 磨耗标志深度之后 三等分 分别为使用早期 使用中期以及晚期 那么在参考 机械工程学报上面的论文 磨损对轮胎侧偏刚度 和回正刚度影响的研究上面 这么讲的 总花门深度8毫米的轮胎 使用早期和晚期 侧偏刚度增加量是很少的 中期变化就比较大了 侧偏刚度增加28% 那当前轮侧偏刚度 增加30%的时候 不足转向度也就减少了70% 什么意思 就是旧轮胎 你到了这个使用后期 它就比较容易出现 甩尾侧滑的这种情况了 中前期问题是不大的 那么我们哪能知道 什么磨损程度的 什么8毫米 6毫米 我车上发发尺子 那常见的8毫米轮胎 花纹举个例子 如果花纹距离这个磨号标志 你会看这个沟槽里面 还有一颗小小的凸起的 就那个东西 它距离标志差不多2毫米 你就目测一下看看的话 差不多了 就可以考虑一次换2条了 还不知道 一根牙签的直径 就一根牙签这么粗 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就要碰到那个点了 那也是可以换的 所以总的来讲 轮胎一次换2个 确实是可以让车子操控更稳定的 提高一定的安全性的 但真不是每次换轮胎 都是要成对成对换 都是钱 你旧轮胎磨损超过了2分之2 本身也影响安全性和操控性的 那你另外一个轮胎又爆掉了 要换 那干脆2个都换换掉 这个是比较值得 也是比较合理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